上面都有啦,第一步的話就是第九頁這邊 就是揮護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在那個就是我的雲端上面解壓縮 反正你就是記得把它下載解壓縮就對了 OK,第一步 把它匯進來,反正一定要長這樣 第二步的話就是飾品引用項目 它會需要用到一個叫Microsoft Screening Wrong Time 這個把它打勾,這個一定要打勾 反正這兩個一定要有 如果這兩個其中一個沒有 你一執行就會出現Bug 它會出現 那如果有Bug的話呢 通常會是哪個地方會出錯 我們來試一下給你們看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其中一個沒有 比如說我這個沒打勾 這個沒打勾 如果這個沒打勾的話,執行看看 它會跑,這個會跑 大概底下這個會跑 OK 這個假設剛剛我這個沒打勾 然後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錯誤了 為什麼?因為它剛好這個模組裡面 會用到那個Runtime 有沒有 那如果沒有打勾,它沒辦法用 沒辦法用的話,這個地方會出錯 OK 所以記得喔 工具 這個要把它停掉 不然的話 你工具沒辦法設定移動項目 記得喔 它一定是M開頭 所以你往下拉 找到Microsoft 這邊的話再來就是S開頭 S Microsoft 然後Runtime 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喔 字蠻小的 OK 打勾OK 打勾OK 就好了 好 第一步 第二步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建一個Module 然後把它Runt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 把它Runt 如果你可以看到結果的話 那我們細部再來看一下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可以讓它可以快速的幫我把它解析出來 首先我把它分成幾個問題 第一步應該OK吧 清除就資料 那第二步的話 其實就是把我的需求 我什麼需求呢 我希望把這個網址裡面的原始碼 就是那些Json的資料 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 抓下來的話 它會用一個叫Response 有沒有 這個叫HTTP物件裡面的Response Test 幫你丟回來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 把丟下來的東西 我乾脆先讓它在A1裡面顯示好了 A1儲存殼 等於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HTTP 這個喔 這些資料 先幫我 底下這些先不要RUN 這些嘛 把它先註解一下 註解的話 就是前面加單引號 OK 不要RUN喔 所以我先做一件事情 把什麼呢 把這個剛剛的原始碼 幫我把它放到A1 所以我把A1打開一點點 然後把它RUN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應該有點熟悉吧 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點開來 不就這個東西嗎 它其實就是把這些資料呢 通通都幫你把它GET回來 所以以後後面其實會用到蠻多 這個抓網頁上面或網路上面的原始碼 都會用這個物件喔 這個物件其實蠻單純的 反正就是 有點像跟那個遠方的主機跟它Talk 跟它講說 請你給我那個 你那個網站上的什麼什麼資料喔 它如果聽得懂的話 它就會用Response的方式 Response就是 丟個東西給你嘛 裡面就把那個資料通通給你了 所以其實一般 在處理那個主機之類的溝通 其實有兩個啦 一個是Request Request就是我需要什麼 有沒有 然後呢它Response就丟什麼 所以兩邊就是這樣 我要什麼你給我什麼 大概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把這個資料丟到A1裡面去 但是我們底下的動作是做什麼 其實不是放A1 而是丟在哪裡呢 這個把它先阻擊掉 OK 而是說呢 丟給一個叫什麼 Pass Jetson的一個方法 你說老師那個Pass Jetson在哪裡 其實Pass Jetson在Convert裡面啦 就是它啦 所以將來 如果你沒有匯入這個東西啊 那這一個方法就不能夠work OK 你說老師那到底裡面寫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再到裡面找找看 或者你游標放上面 我記得按那個Ship加F2 Ship加F2 它就跳到那個 跳到它這個模組裡面的這個方法裡面 那其實程式都寫這樣嘛 好像也不多 不過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是覺得 這一個作者 其實真的對程式很有愛 他真的很愛寫 OK 我看到半天算了 我們其實 有的時候 別人寫好的東西 說真的已經可以work了 我們如果沒有那麼多閒工夫 或者你平常都很忙的話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其他 就 OK 所以有的時候啦 別人幫你寫好的 就cover過去 你只要會用就好了 所以有些程式 人家都寫好了 你就是知道 最重要是你要會用 所以喔 匯入它 然後它可以work 那把它這個文字丟給它解析之後 它最重要是回傳一個什麼東西給你呢 回傳一個物件給你 那物件不是跟那個 JavaScript到底是一樣 對 所以呢 你如果要解析這個物件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要得到這個物件裡面的哪一個key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key的名稱 主要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叫做jsoneditor 其實主要是利用它啦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物件 我要取得 這個物件裡面哪一個key 所以呢 我就把它展開 那我就看一下 我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就把這個 點兩下recourse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for each item in 這個物件喔 那for each的話 意思是每一個 也就是把這個物件裡面 每一個recourse 這個名稱把它貼上 把這個裡面的每一個資料呢 通通幫我讀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recourse裡面有78個item 所以意思是說這個for each的話 後面會跑78次回圈 意思是說它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它抓回來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你再來的話呢 你說那item裡面有哪些key我不知道 沒關係 你把它展開來 找到其中一個就好 找第一個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後面的話有個對應關係 什麼關係呢 item有沒有 它大瓜糊嘛 後面一樣會有個key 所以你就把這個五個key喔 的名稱放在item後面 它就會把這個大乘有沒有 放在這裡 所以呢 丟過來的話呢 大乘就會放在 我們的那個 Excel裡面的A欄 那彰化線的話呢 放B欄 那丟完抽的話呢 大家就記得 後面I等於I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那個列號 它必須要向下一列 所以呢 在下一列 就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抓下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跑跑看好了 OK 所以這邊 我就把它恢復好了 恢復成原來狀態 OK 等一下一樣會把它清掉 把它跑一下 OK 然後呢 我們讓它 先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我就不用抓到A1 直接抓到這個物件裡面 那 上面的這個藍位名稱 因為為了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 預先寫好了 所以這個指的是A1 A1指的是A1儲存格 裡面就放這個名稱 然後為了要讓那個程式 不要太陸長 不要一直往下 所以我中間加個冒號 就是第一個藍位放這個 第二個藍位放這個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放進去了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五個藍位 這樣的話其實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從那個網路上抓 其實也可以啦 我好像抓到是英文名稱 所以 我們就先直接 自己就把它先放到裡面 再來的話呢 就一個把它抓 所以第一個item的話呢 抓到是大乘 有沒有 就把它丟到A藍的 那 這個i是從2開始 所以我就先放在A2裡面 那意思是可以推嗎 就是B2 C2 D2 E2 然後i再加1 意思是說再往下一列放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 富貴角 有沒有 A之類的推大 所以底下總共的話呢 會有78個 所以底下都做一樣的事情 OK 把它執行一下 欸 等一下卡住了 這把它關掉一下 執行 最後的話 因為我加了一個叫什麼 colons.autofit 所以自動調藍框 然後 Magicbox就是會跳一個警告 說已經完成了 不過這個不加也沒關係啦 OK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抓取動作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剛剛主要是 我有多增加一個把那個 http.response. 這個東西有沒有 丟到rangeA1 你們可以試試看 底下這些 你可以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的話是 記得吧 按右鍵 這個喔 編輯工具列 選起來之後這邊 使程式變為註解 有沒有 試一下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然後配合那個jsoneditor 其實我覺得很快的 就可以把需要的資料 可以把它通通都抓下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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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